台北市戶籍登記申請書 數位化系統正式啟動 十二個行政區的戶政事務所所長 相繼在背板上貼上拼圖 最後由柯文哲市長插箱電源 象徵台北市的戶政業務 從即日起全部邁向異化功能 過去都是去申請 如果是跨區的話要打電話過去 那邊再從資料裡面找找找找 找到那一張出來 而且那一張常常是釘神一側 為了拿抽出那一張 還要把這個猜丁拔丁 再把它抽出來 那種脆脆的 有時候東扯西扯那張 搞不好你的結婚證書 你的證明就不見了 就脆掉了 然後再去 那經過這個傳證再過來OK 那現在如果全部把它掃描書位化以後 你只要拿著身分證 就可以跨區去申請 所以這是一個整個台北市在依化 全力打造智慧城市的柯市府 將做護證紙本資料做整合 未來申辦的各項業務 服務人員不用再翻閱歷史紙本資料 透過電腦調閱 不僅能跨區服務 甚至又是地 這麼方便這麼快速的服務 從今天開始 我們每一位市民都可以跟市長一樣 享受到這樣的便捷的服務了 護證意化首次上路 市長柯溫哲也在啟用典禮上親身體驗 在服務人員的協助下 小女兒的出生證明以下就完成 不用再像過去 要從填表翻閱資料後再自表 遠先每位民眾平均50分鐘的服務時間 未來只要10分鐘以內就搞定 開播大臺北數位新聞郭正銘 雙方